不過你知道嗎 北朝鮮真的很聰明 他打美國 就說我打你關島 事實上關島這個地方 雖然的確是 北朝鮮離美國領土最近的地方 而這裡也具有 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 金正恩這次實在是太可惡了 令人髮指 可惡嗎 為什麼 因為一想到關島 我們馬上想到是杜孟灣 陽光 沙灘 冰淇淋還有夕陽 漂亮的珊瑚礁 忘了多漂亮的地方 居然金正恩 威脅要把這裡給毀掉 你說這個人是不是太可惡了 他應該打嘴炮而已吧 這個我們不曉得 但是我也認為 應該只能打打嘴炮 因為如果真的 要把炸彈或飛彈 丟到關島安德森基地的話 我覺得川普總統 他就不會只是非常的 憤怒 而且要狂暴 而且我覺得他可能會對這個 會有動作 會對北韓發動 前所未有空前 強硬的反擊 那當然我們既然 知道關島是在美國等於說整個 美國所有能夠控制的土地 也就是美國的領土最西邊的一個部分 也就是說關島他們的軍民說 美國的一天從關島開始 為什麼 因為美國的每日曆天 第一個被太陽照到的地方 就是關島 再來才會慢慢的到美國的東岸西岸 然後最後到夏威夷 所以關島既然是美國在整個地球上面來說 最西邊領土 而且它也最靠近亞太 例如我們現在看到安德森空軍基地 基本上來講它可以說是關島上面 兩個非常重要軍事基地之一 當然以關島來講 它整個島嶼上面這個軍事基地 大概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土地 都是美軍的財產或是美軍的基地 但是最具代表性的當然就是 關島的安德森基地 還有另外在島的西角 最西邊的阿普拉軍港 像我們看到這個就是在關島 安德森空軍基地 安德森空軍基地其實現在 它本身並沒有一個常駐的作戰單位 那它這個單位呢 它常駐的單位基本上來講 只有包括像這個空運機還有加油機 因為其實關島在美軍的這個 全球布局的角色來說 越戰結束以後 它大概就是美軍東來西往南來北往 中間一個休息站跟轉運站 休息站的概念 對 如果說你進了那個關島空軍基地 它其實裡面那個安德森基地 它裡面也有一個旅客大廳 是專門提供美軍的軍人跟軍券 那邊轉機的 你就會發現 這架飛機從恒田來 然後另外哪個飛機要從卡達過來 然後就在關島交會 去恒田要去卡達的話 就在這邊換轉機換機 補典物資加點油 對 另外補典物資加點油 這個說得非常好 但是隨著近年來 亞太地區的重要性越來越重要 因此美國在關島的安德森空軍基地 基本上採取一個所謂的 叫做空炸機的遠征軍 或空炸機的遠征中隊 還有戰鬥機的遠征中隊 進駐到安德森空軍基地 也就是說這些進駐到它的基地裡面 並不是這個安德森基地常設單位 而且其實如果說 我們今天從這張衛星圖上來看的話 安德森空軍基地其實很大 你可以看到這一個是它的主跑道區 它這邊還有一個還在修建 就是原本二旦時期就有一個 安德森空軍基地的北極場 然後這中間一大塊都是它的油彈庫區 所以安德森基地基本上來講 是美國在整個西太平洋地區除彈量 還有整個作業能量可以算最大的一個基地 我們剛剛講 安德森基地它既然是轟炸機遠征軍 還有戰鬥機遠征軍的進駐的單位 所以它這邊的轟炸機其實說真的 總量還非常多 你大概你在美國本土 還很難找到一個基地 能夠同時看到B-52看到B-1 甚至看到B-2轟炸機的地方 這個地方通通都有 打這裡就對了 對 當然打這裡 丟幾顆下去全掛 沒錯 丟下去全掛 但是你覺得你惹了美國 美國人就會跟你散罵關心 極小胖的想法 嚇不住 尚窮必落 嚇黃泉 你看日本人在珍珠港炸了幾艘軍艦 然後炸死了兩千多五美國人 你看美國人最後是怎麼報復它的 不要開玩笑 因為關島它這個位置 以從關島這個飛機起飛來講 它距離大概南韓 大概差不多快要三千多公里 然後距離台北大概也兩千多 快三千公里 兩千多快三千 然後距離日本差不多大概也是兩千多 三千上下這樣一個距離 所以如果說它今天要從關島 對那個金正恩的這個政權發動攻擊 當然第一步 它一定會派出它B2那個逆中轟炸機 然後先去把北韓的這個防空網 先摧毀了以後 然後這個時候後發 然後及時趕到的B1轟炸機 因為B1轟炸機它本身沒有擬型 沒有逆中 但是它用一個速度優勢 你可以看它這個外型 它是一種可以超音速的轟炸機 而且它厲害就厲害在它可以在速燒高度 進行超音速飛行 所以它的那個轟炸機 上面所能夠攜帶的彈種 包括傳統炸彈 或精準的雷射的那個 或GPS定位的炸彈 或是像巡弋飛彈 而且是空軍的空射型的巡弋飛彈 另外還有就是各種的這個 反正能夠炸的這個金正恩 叫爹叫娘的他都會帶 那當然啦 那對金正恩來講 既然他也知道這個關島 是美國這麼重要的地方 這也是他這次之所以放話 這個威脅美國的地方 因為金正恩他這一段時間以來 執政這麼久以來 我覺得他所獲得的最大心得 當然這是一個很危險的心得 什麼心得 他覺得美國是個紙老虎 只是虛張聲勢而已 對他覺得美國人只敢叫一叫 不敢真的怎麼樣 所以呢 既然你是紙老虎 我就來跟你畫Paket 對不對 然後我喊得越高 然後你也喊得越高 那但是最後呢 其實美國如果沒有什麼行動 折損的是美國的國家威信 所以你可以看到 金正恩你可以看 他那個在去年 又去視察核武工廠 而且他展示了這個 小心畫蛋頭 核彈的這個蛋頭 他們估計這個大概差不多四五百公斤 五六百公斤左右 而且他們戲稱這個東西叫 Disco Ball 不是北韓戲稱 是美國的核武專家 稱它為Disco Ball 那個就是迪斯克球 武廳那顆 對對對 武廳掛在上面的 但他們認為這個東西 的確是北韓核彈頭的小型畫 有譜的一個寫照 那所以呢 這個時候 北韓他們前一陣子很成功的試射了這個 火星12彈刀飛彈 而且呢 它的這個彈 那個飛彈的這個彈高 也打到大概三千公里上下 而且呢 在那個大氣 在這個彈道上也飛行了一大段時間 所以那個核武專家 或者說飛彈專家估算 這顆飛彈呢 基本上來說 應該有大概可以打到四千公里的距離 也就是 從北韓發射 打到關島 應該是打得到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說今天 好這兩者合而為一的話 那你說 對美國來講 是不是威脅很大 當然美國其實並不是一直就 放任關島的這個防務 不管它 其實美國在關島 早就駐有這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戰區彈道防禦的這個設備 例如像它其實早在日本 在韓國部署SED 也就是戰區高空城 反彈道飛彈系統之前 就已經在關島放了 你說到時候 如果今天真的丟的話 日本或南韓的薩德系統 就已經馬上攔截了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彈高 就是軌道可能太高 薩德可能攔截不到 但是如果它先飛飛飛 飛到那個關島附近 它如果要以關島為目標 那它要調到關島前的話 那SED這個系統 就可以大概離地面 就打哈馬 一百多公里的時候 就開始先攔截 如果攔截不到的話 後面其實還有愛國者 愛國者二 愛國者三 可以做後備 所以其實 美國彈道飛彈局一直講 他們基本上 他們所 美國彈道飛彈防禦局 所研發的 戰區彈道飛彈防禦系統 或是美國的 當初的國家飛彈防禦系統 基本上來講 都不是攔那種 上千顆飛彈的 都是攔這種 像北韓這種 你可能搞個五顆 十顆 這樣一個規模 這個東西美國基本上攔得到 那如果說 今天我們剛剛講到 如果金正恩真的有要發射 飛彈這個跡象的話 那其實不僅僅 只是SED系統 跟地面上愛國者系統 那美國還可以緊急 從包括像橫須赫港等等 調用神盾戰鬥系統 Base Line 9的 神盾的作戰艦艇 到關島周邊去 協助它進行防衛 也都可以 不過當然 其實關島 既然我們剛剛講到 它上面有25%左右 也就是四分之一的土地 是軍事基地 而且基本上來講 以密度而言 我覺得關島 插滿武器的這個幅度 那個程度 可能比台灣還高 既然是這樣一個有戰略價值 跟戰術價值的這個島嶼 因為我們看 上面有B1 又有B2 又有B52 你如果一口氣 能夠把它全數殲滅的話 相對來講 你就把美國空軍的這個 戰略打擊的這個能力 一口氣可能就消滅 快十分之一 所以呢 今天不管是北韓搞五水端 搞火星十二 或甚至你看 中國大陸 基本上來說 它也研發了東風26 這個號稱叫什麼呢 叫關島快遞 它打關島 當然 因為兩國之間 中國大陸跟美國之間 這個鬥而不破的關係 但是我還是要對 萬一破的時候 我還有所準備嘛 軍隊都是這樣啊 對最壞的狀況要有最好的準備 我們講過很多次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中國大陸研發東風26這個彈道飛彈 它呢就強調 這個彈道飛彈是核長兼備 什麼叫核長兼備呢 就是它既能夠作為這個核彈道飛彈 然後也可以作為那個傳統彈頭彈道飛彈 不過當然啦 你要從中國大陸咻幾雷打一個這個彈道飛彈 打到這個關島的話 如果你打這個傳統彈頭 我個人覺得它的戰術價值並不夠 通常是你要配那個核彈頭的話 才比較合算 但是當然我們也要講到這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基本上美國的戰略核報復能力 是中國大陸所承受不起的 所以如果今天中國大陸真的跟美國發生了這個軍事衝突的話 我個人認為還是侷限在一個傳統的一個 那個作戰的這個可能性比較大